他是捕文人 人家是追蚊子嘛 那我是觉得 因为他这个人比较可爱 活泼 然后我不想让他的标题变死板板 所以我突然想到一个捕文人 黄淑琳的新闻路 因为梦已经他用过了 我不能再用梦了 就是谁抢谁赢 或是新闻路 或是新闻什么 或是新 什么 你在想 但是我觉得这个捕文人很好玩 就是标题 可以创造一点小趣味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 这个蛮好玩的 你可以自己下一个更好的标 可以修很关系 对 那如果我是副总编 就是主编 然后你的主编可以帮我修 那蒋姐姐再帮我们念一下 信用稿就下课了 好不好 这是你写他的 感谢主编 这个没今天的上台哦 记者贾苏联报导 养儿不防老 健康自己早 环境大声工学员陈丽玉 今年73岁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总是神采奕奕 动作敏捷 我觉得 我就很好奇 问了他 他觉得说健康最重要 要活就要动 他每天呢 一有时间 他去运动 运动的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走路 所以他每天一定要走一万步以上 我问他 你为什么会有想到说健康对你来讲会这么重要 他说他的邻居有一个是五十几岁就中风了 他的太太是非常年轻又漂亮 为了照顾他无怨无悔 照顾了他 他照顾了十七年他才往生 他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太没有品质 也活得太没有尊严了 他如果他想他如果活着的时候 他要活到不脱内子女 他一定要活得每天过得快乐 生病要生病得少 以后死的时候要死得快 就是不脱脱拉拉 不脱内子女 所以他就有一个口喊 他说 养儿不防老 我问他 你现在还在养儿防老吗 养儿不防老 我健康一定要自己找 谢谢 还是要鸡蛋里面挑骨头 因为写得很好 但是就是说 因为他在口语表达 所以他觉得怎么样 我们要讲 谁谁谁表示 谁谁谁认为 谁谁谁说 这些强调 呼吁都可以带着用 反正多写几次就知道 写得非常好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给他 再顺一下 反正你觉得要专访也可以 比方说 孩子对他这么独立啊 有没有什么看法 不是他觉得他那个 好像他是讲五千步 对不对 没有到一万步 所以我们健康一万步 容易被那个标题 那个既有的一些 刻板影响 就是影响 五千步嘛 所以我们内容再表现一下 拍谁 你写得很好 可是我还是要 拍谁 要给你建议一下 好 谢谢 恭喜大家 已经通过第一堂热情的考验 正式进入公民记者的门槛 所以期待你们下周 有更多精彩的获得跟表现 希望你们带着你的梦回家 然后分享彼此的梦 然后你不要忘记你的梦 如果你有新的梦 请一到下面这个信箱告诉我 中复美 很gmail.com 这样子 我很乐意分享你们的梦 那至于你们想要采访我 就另外请我喝咖啡 那个一杯二十五块就可以了 不要太贵 不差一点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课 老师那我们可不可以下个礼拜 写一张完整一点的老师帮我们看过 帮我们改过 不敢改 分享一下 给点意见 好不好 可以吗 没关系 就可以集合给班长 班长 班长 每个礼拜都是我们的老师啊 对每个礼拜 而且你们的师资阵容非常的 但是我要预告一下 我要预告一下 后面有一位值得挖下去的新闻人物 先帮我们做一下前情提要 好不好 来一下来一下 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为什么 他今天有后面 我觉得不用写 因为他采访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热情 那个热情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构状态 那我会请他再多一点的时间去挖 因为你们的新闻稿都有了 但是我希望他可以写一个特别报道 这样你们同时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问题 因为贵班的同学实在太资深了 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们再多吸收的 只能用这种方式让他回去多花一点时间 帮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是我归纳的人也很差 所以老师就有点时间 认识何大师会大概有点多 可是好像对他了解不是很够 那今天很幸运可以稍微的采访一下 然后老师就说我们这个说话到导 我刚开始事先采访何大师等的 然后我对于他的热情与学习 这一点非常的好奇 然后后面就一直延伸到他的家庭的部分 然后挖到一个导致他的女儿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家庭氛围的关系 所以他的女儿从小就 比如说自己要求读了三个幼稚园 白天下午晚上不同的课程 然后后来一路从音乐班第一名毕业 然后又变成是人类学博士 后面又变成医学博士 我觉得这是就很好奇 这是家庭背景因素还是怎么样 老师不会还没有挖得很深 好 谢谢 好 那最想要有一些帮路的实际上大朔 那至于该怎么挖或是这个 对待同学家 那还是一定发挥家庭 对待同学家庭